晚安 我是寶可夢 今天大家都好嗎? 今天的主題非常的特別 今天要來跟大家聊聊 玉山翁里卡在6月30號之後 如果改表了 那麼你要怎麼辦呢? 點數大逃差的時代要來了嗎? 大家之前那麼辛辛苦苦的 累積那麼多的紅利點數 那麼現在是不是它就會進行失效了 這個是我覺得 在累積紅利點數或是玩里程的人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課題 就是你必須要去適應說 這個紅利點數它其實是有可能會貶值的 那航空公司也可能會做改表 但是呢如果我們都已經做好了萬全的準備 其實你也不用特別擔心這件事情 所以今天就是來跟大家討論 最重要的這個議題就是玉山翁里卡 它的點數如果在6月30號之後改表 到底我們應該怎麼做? 好那就繼續往下看囉 OK 來 這支影片的困難度呢 我給它5顆星 比之前講的這個 有風大戶跟這個有風必備卡比起來 我覺得還更困難一點的原因 是因為 所以 歷程本來就不好理解 然後再加上紅利點數其實有非常複雜的機制去計算 這個都是你要花特別多的行李去做的 但是 請你相信我 你所做出的任何的功課跟付出 全部都是指回票價的 因為你的確可以拿到超乎現金回饋的這個收穫 好不好 如果你有認真的去研究 並且 真的有去使用的話 其實你可以拿到的回饋 絕對是不亞於現金回饋的 好 所以這支影片的話呢 也非常非常需要大家就是 你一定要先做功課 好 對我們每次看我的影片都非常的複雜 因為你一定要先了解 然後你才能夠進入狀況 不然你可能就會 呃 睡著了 或者你就直接就離開了 但是 我覺得 這樣都很可惜 因為這絕對是 你可以拿到更多好處 更多好康的一個重要 你一定要花時間 去了解這張卡片 那也請你 先掃碼閱讀我去年9月5號發表的這篇文章就是 我對玉山Only卡的紅利點數的見解 這張卡片跟這篇文章其實 過了半年 我覺得它還是有非常多的 可以參考的地方 包括就是我對紅利貝多芬的見解 那個解釋的部分 你都一定要去看你才能夠理解 好 掃碼 都看完了之後呢 我們繼續往下走 好 今天呢要跟大家聊兩個重點 就是當逃難朝湧現的時候 你要怎麼辦 第一個 了解改表對紅利貝多芬的影響 改表前 改表後 到底你的紅利累積 這個里程兌換的話 到底有什麼差異 那玉山真的會這麼做嗎 如果這麼做的話 他應該要在多久之前跟我們公告 我們的點數轉進去 從玉山轉進去 亞洲萬里通 到底需要多久的時間 這個都會在稍後的影片跟大家介紹 再來的話是第二點是 當你推到無路可推的時候你就轉彎吧 請問你有哪些卡片可以做替代選擇 這也是我們今天在最後的後半段跟大家分享的部分 來第一個就先進來就是說 先帶大家理解一下這個紅利貝多芬的機制 你可能會覺得說 哇 玉山紅利25元累積一點 那 到底要累積到天荒地老 在什麼時候才可以換到那個你要的一些商品 所以 玉山奧尼卡從去年推出以來 我覺得他其實 我個人很激賞很欣賞他的原因 是因為他的紅利點數居然可以倍增到13倍那麼多 那你把它換算成就是 累積航空公司的里程並且來兌換機票 其實你換到的這些商務艙或頭等艙 其實你的這個價值都是往上倍增的 那當然這樣子的說法是在於就是 全世界在疫情影響之前呢 其實是絕對通用的 那因為武漢肺炎疫情的關係 所以現在的話呢 其實你講機票的價值 可能有些人就覺得說他其實你現在不能飛就沒有了 但是呢 也許在明年或者是後年之後疫情緩解了 大家還是有機會可以出國去玩 那麼其實他的這個點數價值又會回來了 所以這個銀行的紅利點數有兩年的效期 然後航空公司的里程有三年的效期 那其實最長就是五年的時間 你都還是有機會可以來度過這個難關 所以這個就是 遇上紅利貝多芬的機制 它的一個基本的運作原理 就是說當你的紅利點數如果是拿來兌換里程 進而轉換成中長程商務艙機票 那麼他的價值就會翻好幾倍 所以是這個樣子的 所以你也可以來看一下這個機制 我把它放大給你看 就是一般消費的部分其實等級1 現在如果你是舊戶申辦遇上卡 你都是從等級1開始往上爬 你都會很辛苦 因為就是25元10 25元1點很少 那你海外好一點就是25元 然後可以拿到6點 所以這樣子的累積比例還比較OK 但如果你是新戶今年上車的話 其實都還是有機會可以拿到這個等級3起跑 就是紅利點數4倍 然後海外跟紫丁通路是紅利點數9倍 這對於你來累積來講都是比較好的 那遇上only卡的紅利倍數機制很簡單 就是當你刷的越多 你的貢獻度越高 那麼銀行他可以給你的紅利點數就越多 所以我們其實都在很早期就在倡導大家 就是拜託你趕快辦下來 然後趕快去刷好不好 因為如果你越早刷到68.8萬 你拿到的紅利點數其實早就幾十萬點幾百萬點 所以刷卡大戶的人其實都是趕快刷趕快刷 好那之前我有寫過文章跟大家分享說 那你是小資主可以嗎 如果你是小資主你不要兌換里程 你拿來換現金回饋其實是可行的 因為他現在的紅利點數兌換現金是一百點抵十元 好這個也是比一般的玉山普通信用卡來一百點抵六塊錢還要好 所以我覺得玉山only卡他不論是大資主還是小資主來使用 其實都是有他的這個特性跟可以使用的地方 所以他的點數泛用性其實是很廣泛的 好那麼剛剛講到說這個里程的部分 他的兌換價值最高 到底哪一個是CP值最高的 其實經過計算 因為玉山的紅利點數可以兌換的就是 長榮華航跟亞洲萬里通 那亞洲萬里通他的兌換比例又特別的好 就是五千點兌換兩千里 好這樣講你可能不太懂說到底什麼意思 好下面這個表格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你就會知道說他的兌換里程到底是多少元一里 來看一下 這個是去年9月我就整理出來就是 亞洲萬里通的話是五千點紅利兌換兩千里 好那麼你在紅利一倍的計算下去去計算的話 其實在國內刷卡62.5月一里就還蠻爛的 好這就不容易講 但是他跑到紅利六倍的話就是 海外居然是10元一里耶 欸10元一里其實就是你要講年費的那種里程卡 才要給的這種海外的回饋 所以我覺得等級1的時候來這樣兌換就已經很厲害了 好那麼等級3的話就是一般去年上車的新舊戶 就是直接從等級3開始 那今年的話就只限新戶 你就是15.6元一里或是6.9元一里 所以這個其實也是我覺得都算是很不錯的 那最厲害最厲害就是說當你刷到68.8萬 就是快70萬的話你的國內就是7.8元一里 海外就4.8元一里 所以這個是紅利貝多芬的機制在去年到今年6月30號以前 對我們來說是很超值很划算的這個里程兌換表格 那也因此然後讓那個像去年9月剛上市的時候 那個研究生他也有就是做影片然後還有寫文章 來跟大家分享這個卡片厲害的地方 他就事後我在跟他聊就前一陣子跟他一起在錄這個 玉莎奧妮卡跟女人卡的這個比較的時候 我們在那個動物森友會裡面 他就想說他當初一直在看就說 這到底是不是銀行不小心把這個兌換比例寫錯了 怎麼可能可以有這麼優渥的兌換比例 因為國內7.8元一里 海外4.8元一里 其他航空公司的里程卡都不用玩了 所以這其實是非常非常的有BUG的一個兌換表格 所以照銀行生意人在商言上來講 這個東西絕對會改差 對不對 因為他賠錢的生意沒人要做 他賠了半年了賠了一年了 那當然接下來就要止血了 所以在網路上的話就是Flashop 大大他就有發現說 他的工程師不小心釋出那個里程改表 有可能在7月1號他就會變成5000點紅利兌換1000里 那他的這個兌換比例到底會改的多差呢 我們來看一下 你可以看這邊 我其實經過計算 你其實就把剛剛那個數字乘以2就對了 就是你在以舊戶來加班這張卡片的話 紅利一倍就是125元才有10 這才是有夠太爛了就不用看了 但如果你是新戶來的話就先從等級3開始 所以你的國內消費就會累計31元一里 就是很普通 就是沒有想像中的那麼厲害 那海外的話13.8元一里還是有一點點優勢 就是一般而言的話大概要找年費都是要 國內海外都是15元一里左右 所以這個還OK 那如果你自己本身是已經刷很多 刷到68.8萬等級5的話 對於你的影響我覺得就有差了 因為之前都是4點多元一里 但它現在乘以2之後就因為改差了嘛 所以國內就是15.6元一里 大概16元一里 16元一里我覺得就還蠻普通的 因為其實大部分的卡片給你的 大概就是16到18元一里 所以就沒有什麼競爭力可言 海外的話就是9.6元一里 大概也是接近10元一里 所以我覺得這個兌換比例 就很像是要繳年費的這個旅人卡 匯豐旅人無限卡 它大概就是國內是18元一里 海外10元一里 所以就跟這個差不多 我個人覺得好像相差無幾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 如果遇上紅利貝多芬的機制 對你來說你要刷到70萬很辛苦 那我覺得其實你也許可以考慮轉換跑道 繳一點年費 想有一些其他的優惠 也許這對你來說是一個比較好的選擇 對 所以了解紅利貝多芬的機制跟改叉之後呢 我們再往下看 就是你可能會問一個問題 就是玉山真的會改表嗎 這個改表的問題呢 我覺得這也是蠻重要的 就是銀行要做這個條文的修正之前 他是不是應該要先公告 所以照理說 玉山如果要在7月1號做改表的話 他其實應該要在兩個月前 也就是這個所謂的4月的時候就要做公告了 4月公告然後5、6月嘛 然後最後就是7月生效 所以現在已經到6月份了 但是他還沒有公告 所以我個人覺得也許在7月1號他不會那麼快的去公告 那還有另外一個問題就是說 他有沒有可能只把亞洲萬里同改叉 但是其他兩個航空公司的計畫都不改叉 那我覺得這就沒有道理啦 因為他怎麼可能只改一個叉 然後另外兩個不改呢 所以要改應該是一起改叉 所以我覺得這部分的話我覺得 大家還是可以就是抱持的就是且戰且走的心態 因為也不見得說他就一定會改 也不見得說他不改 但是這個部分的話我覺得這真的要用彩蛋 因為我們不是內部的人員就不知道 但是我很建議大家就是你還是要做到一些萬全的準備 比如說你現在手上的里程你的紅利點數有點多 那我也建議你就是先轉換一些到亞洲萬里同裡面去 因為他是滾動式的 也代表說你現在進去的里程其實他是不會過期的 你只要一直有點數進去 那麼就算只進100點 他還是會讓你整筆都是有效的狀況 我覺得就某方面而言的話 這是亞洲萬里同現在的優勢 大家也可以去把握一下就是 如果你賭玉山7月1號真的會改叉 而且不顧眾人的反對 他因此會改叉的話 那麼我就很建議你現在就開始轉點吧 反正你轉到亞洲萬里通 只要持續有點數進去 他也不會過期 再來 如果你自己是這個去年上車的人呢 我這邊有幾點就是跟你分享 你可能很拼命的刷到等級5 像我的話是刷了4個月到12月31號左右 我就升到等級5了 就是全家已經灌70萬上去了 所以我們全家人怎麼刷都是 國內紅利8倍 海外紅利13倍 所以其實就還不錯 就是累計的點數已經越來越多了 所以其實你的意義何在 當你拼命刷到等級5的話 你當然是越早達成 越早刷 然後現在到等級5之後的 每一個月的紅利點數 你就會像打開這個水龍頭一樣 就是源源不絕的出來 所以我覺得 這是你越早去衝到等級的這個意義 那當你刷了70萬之後 你下半年你要棄坑嗎 2020年下面到底要怎麼做 我個人的想法是說 如果他真的會改查的話 你接下來再累計在裡面 就沒有意義了 除非你不要換里程 你拿來換其他的商品 或者是做刷卡金兌換 但是做刷卡金兌換 也是我個人很不推薦的一點 因為他就是只是刷卡金而已 所以我覺得就還好 那因為你想要用這張卡片的 原因絕對就是因為 你要把它拿來兌換里程 你如果不兌換里程 你幹嘛用這張卡片呢 那除非你是小資組 小資組就是簡簡單單的使用 然後簡簡單單的兌換刷卡金 那也OK 就是每2萬點 你就可以兌換2000元刷卡金 就是100比10 那你可以慢慢的折疊張單也OK 只要你一年刷超過50萬 其實你的紅利點數都可以年年延展 就不會有過期的問題 不會說今年刷的明年年底就會到期 其實不會 那另外一個就是 如果你是今年才上車 就是2020年再上升了怎麼辦 你可能要去思考一件事情 就是你還需要平平去刷嗎 因為你怎麼刷 它都會變差 它的回歸比例變差 如果你是為了要累積里程的話 其實你去年早就要上車了 好 那你現在才上車的話 我覺得都太晚了 因為你只剩下一個月 好 那下一個月之後如果真的改查 你其實真的就 你可以考慮用別的卡片 對 那第二點的話就是 如果它的回饋率調降了 那你是不是要起坑 所以這等於是 一樣的問題就是 你頭寫了一半之後 你到底要不要往下走 所以這是一個 就是兩難的問題 你現在才進坑已經太晚了 或者是你三月四十月份 才上車的人 那你都必須要去思考這個問題 還好你的成本比較低 因為它是免年費的 好 了不起你就是把紅利點數 趕快換一換了 就拍拍屁股就走了 這還OK 那如果是里程信用卡 你要繳錢的繳年費 那就比較麻煩這樣子 對 所以第三點提醒大家就是 點數還是要入袋為安 也就是說 這些點數在趁它改表 改差之前 它有做一個公告期 你要轉換就趕快轉換吧 所以這個也沒辦法 就是 銀行畢竟它不是磁數 不像寶可夢磁數 所以 它還是會根據它自己的利益 然後來做這個所謂的調配 那只是說 我們還是可以在 銀行允許的這個活動範圍裡面 去最大化我們自己的利益 所以就是這麼簡單 其實 講一講我還是覺得有點感傷吧 因為之前也寫過文章跟大家分享說 台灣有許多的里程 應該說有許多的神卡 最後都陨落了 那麼之前 我在我的書裡面分享了四張 遇上歐尼卡可能是第五張 到時候其實又有很多可可可奇的故事可以寫 對 因為它其實為我帶來 至少有上百萬點的紅利進帳了 但是它現在也就是慢慢的就要消失 就要離開我們大家最喜歡的信用卡舞台了 如果它真的改差的話 我想大家也不用特別的去戀戰了吧 所以這個大家是很現實的 我也不會因為說 這張卡片一開始有多好 所以後來就會持續的選 沒有它其實變差了 可能大家慢慢的就會少使用它 然後最後可能就把它剪掉了吧 所以這就是它悲慘的下場 如果它真的要繼續往下就是慢慢往下走的話 是這個樣子 好來下來往下看 提供給大家一點 就是如果當你退到無路可退的話 你到底有什麼做法 那現在剛好亞洲萬里通它有活動 叫做寶島大風 還蠻有趣的 居然說台灣是寶島 然後就是針對台灣的這個客群來使用這個東西 那其實講到亞洲萬里通 也是很多人都會問一個問題 就是說 現在香港的反… 這個所謂的送中條款 這個國安法 港版國安法就是已經走得這麼激烈了 到底這個企業或者是說這個… 這個里程紀我還值得我們去使用嗎 我個人覺得說我們business is business 當然business還是會受到這個政治的影響 但是呢 如果我們以比較持平的立場來講的話 我個人覺得短期之內應該是還好 好 除非你要到香港去轉機 你比較可能被抓走 但除此之外我覺得應該是 你在台灣累積的里程 那你在這邊做兌換 然後只要不到香港轉機 可能都還好 所以這點的話我覺得 當你在做這個里程規劃的部分的話 其實你可能比較需要的是你的機票的兌換 跟這個所謂的轉機的航點的部分 你可能才是比較需要去思考 那當然這個問題非常非常的嚴重 也需要比較多的時間去做探討說 到底最後的結果是怎麼樣 對你將來的旅程規劃會不會有影響 但如果你只換台日線那就還好啊 所以我個人覺得就是 大部分的話就是 目前還是可以先暫時的放在這邊 所以你不用做太大的擔心這樣子 那現在這個活動的話呢 它的玩法其實很簡單 就是你只要參加它的活動 然後在台灣的指定夥伴進行消費 或者是轉換里程 最高可以拿到2萬里的點數進帳 再往下看的話 其實我比較推薦的就是說 第三個活動 第三個活動就是 你可以從金融機構把你的點數轉進去 最高轉10萬里 那你就可以拿到加碼的1萬里 就是給你10%的意思 然後這個好像是不是去年年底 今年1月的時候 它亞洲萬里通有一個這樣的活動 所以它的活動其實是每一季都有 你就可以就是趁現在來參加 比如說你可以從玉山轉換你的 紅利點數25萬點過去 那麼大概就會入賬10萬里 其實馬上就把任務解完了 前提是你要先有25萬里 如果有的話其實這個活動 我個人就覺得就還OK 你就是可以把握機會 趁現在就是逃難潮 逃到亞洲萬里通 它再多給你1萬里也OK 那另外的活動1跟活動2 它會給你額外的最高1萬里 這部分你就是要自己再去研究一下說 到底怎麼去解任務 值不值得你跑15個地方 去把那個它的任務給解完 我覺得大家的時間都很寶貴 你為了要這樣做 然後只是為了多賺那幾千里 我覺得那你不如再加簡單刷卡 就可以拿到點數了 是比較簡單 所以我覺得大家就是挑 適合自己的活動去解就好了 那再來的話就是說 如果你還是想要繼續累積 這個亞洲萬里通的這個里程 那麼到底有沒有哪些卡片是可以選擇的 如果遇上only卡 已經不想要使用它的話 在這邊也推薦其他三個不同的卡片給你參考 這個第一個就是這個 匯豐旅人卡 匯豐旅人卡的話它基本上 比較划算的選擇是要從繳交年費開始 那我在這邊沒有推薦就是特別貴的頂級的部分 你可以參考就是 一千八到兩千五這個區間之內的信用卡 是否是你覺得OK可以使用的 那遇上only卡優勢是它不用年費嘛 但問題是它的里程累積的比例 好像也沒有到之前的那麼 CP值那麼高了 所以我反而覺得說 你還可以選擇其他不同的可能性 比如說旅人卡的部分 它至少可以直接把你的里程數 直接換進去這個所謂的JAL 那JAL的里程拿來就是做ZG7 或是做其他的兌換其實都是CP值很高 但這還需要花一點時間跟大家介紹 我也需要去研究一下 但是匯豐旅人卡絕對是我個人非常推薦的首選 這樣子 它是匯豐因為跟華航結束合作關係 而推出來的這個里程卡的轉換 我覺得這個是不錯的 國內18元一里還外25元一里 那它還是有一些機場貴賓室跟機場接送的部分 都是有包含在這個卡片的權益裡面的 有興趣也可以去打關鍵字 匯豐旅人卡就可以找到寶可夢的文章 在Google上面 那第二張的話就是 老字號 國泰市華的亞洲萬里通聯名卡 年費最低18元一里 那它的國內累積率25元一里 就比較差一點點了 那指定通路有包括海外 跟一些它自己的那些特定的通路 都是有到15元一里 也還OK 就15元一里這樣子 那最後的話就是 台新兩年前推出來的這個 國泰航空聯名卡 年費2400 那國內而屬遠一里 海外是屬遠一里 它其實就跟太商差不多 但是它比太商貴一點 年費大概就是多在台 多送一些機場接送 然後還有就是一些 額外的福利的部分 那這個部分的話 你就還要再去檢驗說這個 卡片的優惠是否是你想要的 如果是你想要的部分的話呢 那你再把它辦下來使用 我覺得是OK 但如果沒有的話 其實你不想繳免費 那就算了就不要用了 所以就是我在這邊有提出 提出這個三張卡片 來提供給大家參考 就是如果這個是你自己想要使用 或者是想要轉換跑道的話 這都是可以就是可以參考的 那其他的第二 就第二跟第三張 其實就是它也是這個 亞洲萬里通的相關的聯名卡 只有第一張比較特別 匯豐旅人卡它是可以兌換其他 有的不的的航空公司 所以它的泛用性更廣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要轉換跑道 不只是想要把點數累積在亞洲裡頭 那麼反而匯豐旅人卡的這個卡片 是讓你有更多的可能性 去做不一樣的事情 對 所以最後最後來跟大家總結一下 就是你要玩紅利點數或者是里程 絕對都是有風險的 但是也是一樣 就是投資有賺有賠 好你這個 如果你想要簡單回饋 就是這個現金回饋 但是現金回饋不會有增值的可能性 好它就是比較枯燥 比較簡單 但是如果你是里程或是紅利點數的話呢 你是可以享受到這個點數倍增 或者是換中長城商務商 你的價值就翻了好幾倍的這種 這種這種怎麼講 享受的快感 所以我覺得這是要看你自己對價值 你對事情價值的定義而言 那當然絕對有風險 就是它的風險就是你的點數可能會貶值 有可能會改差 這個部分的話就是 請享樂公開說明書 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情 但是我個人還是蠻喜歡去 你就會玩這個遊戲 因為你其實的確是有可能可以拿到 比現金回饋還要高的 高的這個 這個回饋就是爽度的問題 所以一樣的話就是說 如果你跟我們一樣都是在里程坑裡面的人 那你想要出坑了 出玉山這個坑了 你還是有幾個不同的選擇 可以選擇慢慢的止血 然後再看情況 來決定你的點數是要全部脫手 還是說再繼續累積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漫長的持久的過程 絕對不是說今天6月30號就乾而止 沒有 還是要慢慢的繼續往下走 我也很開心能夠跟大家分享這個 這個我自己的這個使用上的經歷 也希望對你有幫助好不好 如果你覺得這個影片對你有幫助 歡迎你按讚留言分享 把這個東西分享給你的親友 讓你身邊在坑內的人 也能夠理解說 到底要怎麼去應對改表的大逃難潮 好嗎 好 那也歡迎你就是來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你喜歡的話 那麼接下來的話 最新的影片 每天晚上10點 我都會新上線一支 跟信用卡有關的議題 或者是跟投資有關的議題 也非常歡迎你就是每天晚上10點 一起來看我們的影片首播 好嗎 我是寶可夢 我們下回再見 拜拜